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是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李庆元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民进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高嘉宇小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的前立委林国庆先生 欢迎好 大家好 好 新闻开始我们来看事件的最新进展 为灾民募款 慈激人总动员 民众捐钱做大爱 但钱的流向却遭踢报 根本不知去了哪 爆料连慈激弟子都看不下去 道可道的作者杨生 拿出2008年从慈激内部取得资料 南亚海啸慈激总募款高达29亿 总支出14亿 剩下来的15亿3364万 竟然消失了 连汶川大地震 绝于款18亿 也不见踪跡 大赚33亿 杨生说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用在慈激的三款 绝对不超过三成 那个慈善减款 在汶浸跑去哪里 他们无掩护 用一个什么海外基金 结果呢 结果那个基金 我们一直查一直查 是在慈激内部 杨生指振力力更曾自制踢霸 指控正眼海捞爱心财 但款项却不清不楚 面对外界指控 慈激说明全都专款专用 剩余款项都用在其他国际救难 换穿大地震经费执行 甚至倒贴1570万 看来慈激捐款还得更透明 接受外界检视 前总统陈水扁 还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每回正要拜访慈激 旁边都有这一位 穿着深蓝色衣服的事件 对丢丢 他就是慈激基金会 副总执行长林碧玉 时尚人正眼法师的 左右手总管财务 被外界视为慈激大账房 宗昭西教授爆料 筹备慈激花莲音乐时 为了找台大医生 道院服务林碧玉 肯牺牲 医生给他出一个难题 就是说 好 如果你能够陪我们上酒家 喝完一汤 那如果能美 就可以考虑去花莲 他只是把他的脸稍微 拿黑一点 就跟着去 跟那些男人非常豪爽 所以把脸吓掉 这样就吸服了 到马来西亚巡视分会 刺激之工大阵仗在机场迎接 海外47个分会 都由他一手掌管 今年68岁的他花莲人 曾在会计事务所工作 1977年追随正眼法师 法浩敬贤 林碧玉掌握内副实权 这一回被质疑账务不透明 他也出面澄清 或刺激到底 中教师教授形容 林碧玉一生等于 嫁给子季奉献到底 正言轻信 会计背景 让他迅速成为子季大涨房 账务惹真意 也让林碧玉背其底 好朋友快速扫描 其实很惊人 他们的吸睛功力 对 没错 我们常常讲 持续一年收到91到100亿 那个指的是捐款 那捐款之后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募款 募款在什么地方呢 每次发生全世界 包括台湾发生重大的时候 动弹案件的时候 比如说921大地震 就募到62亿 那是等于说 有史以来最高的嘛 那包括南亚海峡29亿 莫拉科风灾也第二高 47亿9年多 等于48亿了 四川地震 包括日本的 等于说311大地震等等 重点在于 你要专款专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专案募款 你是为了921大地震 是为了莫拉科风灾 是为了311地震 所以专款专用 你应该把钱 都用在上面才对 这个是我们的认知 应该是这样吧 对不对 好 那么为什么 特别这样讲呢 因为呢 特别指 比如说现在呢 因为这个媒体的 很多人在口诛笔伐等等 他们已经把这个 你如果上全球 实际网站里面呢 有一个征信 征信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进去选择 你要怎么样 但是呢 可能这几天啊 因为进去的人太多 他当机啊 进不去啊 30号 3月20号 3月20号 他们预定会把整个 网站弄进来 届时到时候 你用你的身份证字号 就可以去查 到底有没有 均款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那除此之外 好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莫纳克风灾嘛 事实上包括台湾 也包括海外 总共52个国家 捐的快要47亿的 这个善款 那么其中呢 第一时间里面 其实这个两亿啊 现在有人说 他们这边的两亿 其实有点误会 那个两亿是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里面呢 紧急寄住关怀的支出 是超过两亿了 那后来包括 附建重建的 这个安顿支出 也到26亿 那后来做了什么事呢 包括建了所谓的 永久屋嘛 然后也包括了 纳马下乡这些 永久屋啊 总共建了 三个县 六个地方 建了1276付 还有这个所谓的 教堂的活动中心等等 不过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听这个 都是OK的 对不对啊 可是人家给你的善款 其实是47亿9千多万 那么到后来发现 你的结余款 还有17亿多 那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会剩下那么多 因为那莫拉克风灾 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 那么这一笔款项 这笔善款按照法律的规定 他到明年底 以前一定要全部用完 明年底以前 民国105年底以前 一定要全部用完 好了 那么重点就来了 不是不用完怎么办 你一定要用完啊 要不然要花钱啊 要开始划 你要处分啊 你知道吗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事实上因为结余款那么多 那么那么多以后 对 那此季后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 就因为有海外的这个款项进来嘛 后来听说发生了 菲律宾的海燕台风 所以呢 能不能把海外的这个捐款呢 挪去用国际上的救难 这件事情经过我们政府啊 他有去等于说申请 政府已经否决了 说不可以 因为你要专款 专用在国内的相关的一个 一个那个杂难就对了 所以后来 他们就做了四件事情 包括在屏东盖 希望学校 然后拜花东盖的老旧校舍 包括经济弱势的等等 这边很多人讨论了 重点来了 反正明细就是不清不楚 对 如果今天 其实我觉得今天实际啊 在面对社会这么多 海山倒海 等于说压力之下呢 你们要做的 其实就把它公开 透明财务化 这样就好了 那这些就可以度悠悠之口嘛 那结果呢 昨天 昨天跟前天呢 他们想个办法 面对社会的 那个等于 他们竟然是采取的方式是 除了用书面的新闻稿之外 他们竟然采取的方式是 给你一个0800的免付费电话 你打去你有什么意见呢 他会跟你讲 其实我告诉各位啦 不管是莫拉克风灾 九二意大利震 还是四川汶川 你就在你的网站上 用一个等于外挂的方式 每一个每一个弄出来 里面把你所有的就款 全部明细弄得清清楚楚 这样子 所有的人 对你持绩支出的人 有意见的人 就会全部因为这样子 大家了解 原来你善款 是这样使用了 没有 我觉得其实 我们的法令也定的 不够周延 没错 因为持绩 同样是持绩这个单位在美国 明细就清楚很多 好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刚刚我们看到了 光是九二一大地震 震灾 我们这个持绩 就这个得到的募款 六十二亿这么多 没错 钱到底怎么花的 到目前为止 清除的人不是很多 那就有人怀疑说 这些款项会不会出现 流浪到海外 甚至草房草地的状况 知识媒体的王上志的文章 其实引发很多人的关注 但他现在还没有把细节 进一步的透露 加于你目前掌握的状况 我觉得现在大家争议就是说 当慈济把这些捐款 转化成为资产 把这些善款拿来炒房 或炒股的时候 确实就会引发争议 那就有慈济内部的人 在加拿大分会的人 拿了加拿大的会议记录给我 说慈济台湾的基金会 会了4.5亿到加拿大的分会去 在加拿大那边买土地 那这个会议记录 可以清楚地看到 就说依循全球购买会所的程序 这是在2014年8月5号的 加拿大分会的会议记录 它是依照这个 全球购买会所的程序 所以代表说慈济 它购买会所 不是只有在加拿大 它在全球都有购买会所 购买分会 购置物业只需经上人词允 就由本会主导 也就是说大家一直说 政言不知道 可是在分会的SOP讲说 只要经过上人 就是政言的同意就可以买了 那购置会所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它是登记在加拿大分会的名下 好 登记在分会名下 大家可能还觉得说 是慈济的资产 可是这个分会是谁呢 这分会只有三个董事 就是上人 市政言 王端正 市政言的弟弟 还有何国庆 那何国庆是谁呢 他是过去台北小城的 这个和祥建设 建设公司的董事长 那后来他很久没有做建设业 加入了慈济之后 开始帮慈济做一些禁私语啊 宣传 后来是加拿大分会执行长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质疑就是说 当人民捐给你这些善款的时候 有指明说 是要买加拿大分会的会所吗 有指明说 是要在海外设置会所吗 如果没有 人民捐给你的善款 是希望你来救济这些贫困的人 可是你却在全球购置会所的时候 会不会引发争议呢 因为像南亚海啸 跟汶川地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支出名系里面 以南亚海啸来讲好了 当时捐了29亿多 29亿多呢 他在急难关怀救助的部分 只花了2亿4千多万 那他最主要花在哪里呢 花在大爱社区的新建 8亿多 在印尼啊 斯里兰卡等等 教育希望工程 在印尼斯里兰卡设置 职业学校 小学托儿所 支出3亿多 也就是说 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当你设置这些学校 当你设置这些 所谓的大爱社区的时候 同时你是不是把捐款 转化成为资产 你是不是买了土地 是不是登记在 慈济基金会的名下 而这些当初捐款给你的人 是希望你在那边 设置会所 设置这个小学吗 那汶川地震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 它也有长期 附建新建的工程等等 原建13所学校 支出了14亿7千多万 也是一个主要的支出项目 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这个在这个网站上 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 汶川地震的时候呢 这个正言法师等等 他的弟弟王端正 就去了中国跟陈云林见面 那中国还感谢他说 举办一个13所学校的 联合启用典礼 这当时是汶川地震 大家捐给他三名的钱 可是13所学校在哪里呢 在安徽 在河南 在福建 在江西 福建跟四川 你说地震的震灾款 汶川地震的震灾款 变成盖希望小学 然后南亚海啸也是一样 就是说盖到印尼 盖到斯里兰卡 甚至之前争议 就是说拿到北朝鲜去震灾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 大家还在质疑的就是说 当这些董事长加入之后 因为跟我爆料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参加慈记的人 都是婆婆妈妈 他们都是心存善念 可是当有一些董事长 加入的时候 慈记的手法 开始跟过去不一样 他有一些公司操作的手法 如何借着公司来经营 然后把慈记 变成一个公司化 企业化的态度 像最近爆发 就是慈记在台中的 这个慈记分院 他本来是一个农业用地 结果呢 这个慈发处的主任 就是吕方川 那他同时是个 祥人建设董事长 他就事先在慈记 在台中医院要盖之前 先去附近买了土地 盖了一个 祥人院景社区 然后还规定 只有慈记人能够买 这些他都否认了 然后把这个农业区 变更成为 这个所谓的文教用地 文教设施 慈记虽然否认 可是事实是 我们看到就是说 很多的保护区 工业区 农业用地 在慈记购入之后 纷纷的去变更 都市计划的使用 那我另外要提就是说 在关渡也是一样 我们都知道关渡 有一个盖得很漂亮的 慈记的大爱电视台 当初是华硕捐给慈记的 那大家也質疑说 只有捐给慈记之后呢 所有的慈记人都要买一台 华硕的平板电脑 做记账使用黑白的 那就曾经有一个人 写文章说 他妈妈虽然不懂电脑 但是还是要花九千块 去买那一台平板 那买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市的这个 都市计划审议呢 就刚好去审议 这个关渡科技工业区的 都市计划变更 原因就是因为呢 附近有了慈记大爱电视台 然后呢 有较大的私有地主 有华硕电脑 核信医院等等 因为他开始有一些聚集的 一些企业进驻之后呢 所以他们认为有需求 然后必须变更 作为住宅使用 甚至委员还提到 关渡科技工业区 慈记大楼是 大渡路的重要地标 但是也把大平顶 延续下来的 台北市的天际线挡住了 因此如果未来 要透过开发的许可 来审查这个基地的话 建议市府要提出 此区的都市愿景 来规范它的整体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不是只有一个案子 而是在全台湾 几乎都有类似 如出一策的案子 这个都市学者杨重信 他也整理出过去实笔 慈记曾经去变更 农业区 工业区 保护区的案例 所以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说 慈记能够把这些问题 到底他在海外 有多少资产 在台湾有多少资产 能不能全部公布 让大家来检视 是 刚刚其实嘉宇讲到 慈记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大家用竹筒来存钱 扑扑扑扑扑扑扑 这个存一点小钱 然后希望能够 汇集小民的力量 成就一个大善业 大善业成就了 但是是不是开始 资本的运作方式进驻了 其中王上次的爆料 还蛮令人关注的 这个郁真 你在两岸之间 其实都认识一些不少人 有些什么脉络可循吗 其实我所知道慈记 就是说他大概会利用一些 这个赈灾的机会 然后就直接在当地制产 就像上次就是南亚海啸 那你看到说你从新加坡的财报 你就发现说 其实他就是在利用 这样子南亚海啸的机会 那因为他整个在南亚发展 然后必须要从这个马来西亚 印尼 然后缅甸这样子一个路线 那可是呢 你就直接因为有善款之后 那他等于是要购置一些资产嘛 所以呢 像东南亚地区就是以新加坡为主 那美国当然本来 他一直就往美国去发展 可是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我最早注意到慈记 跟中国大陆的关联性 应该是当时在 我们在讲杜俊元 不是捐了15亿的土地 就现在的高雄的这个晋司堂嘛 那个时候说他捐了15亿的土地 然后隔年民国88年 又捐了13亿的这个系统的股票 给这个慈记 那后来呢 他又跟银眼良 总共两个人加起来出了1.5亿 在上海盖了一个东方肝胆医院 那所以他等于是在2000年左右 最早到中国去的时候 他想说到中国去 因为中国对宗教本身的限制 对宗教本身的一些这个观念 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庙都是什么 政府的五点下班 然后收门票 这是大家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庙宇 正常的印象嘛 你去到甚至你到这个西藏去 到很多就是有宗教圣事 中国大陆任何庙都是如此 好所以慈记要去 然后呢 你要用宗教形式来做 是很困难的 所以第一步怎么做 盖医院 所以呢 他就用杜俊元跟这个银眼良的资金 先在上海盖了东方肝胆医院 那后来呢 陆陆续续就是在福建 所以呢 在其实慈记自己有公告 从1991年到2010年20年内 这20年内他们在中国大陆做什么 盖了两所医院 一所在上海 一所在福建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包括了就是有一些 因为他们做一些骨髓捐赠 骨髓捐赠可能是他们做的比较细的 那其他的就是刚刚嘉宇所提到的那些 这个希望工程啦 爱幼中心就是幼稚园 然后另外大概就是盖房舍 然后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捐助 那你知道慈记 就是说以他在中国大陆要发展 宗教这个事业或制业 其实都会被中国大陆的官方政府紧盯 所以你知道他都怎么做 他都找慈记师兄 就很像盖医院 要这个杜俊元跟这个银眼梁 对不对 那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他后来盖了那么多的希望工程 从安徽 江苏 江西 河北 什么四川 广东 每个地方甚至到新疆都有 那这些地方他在盖的时候都怎么做 我跟台商合作 就是台商协会里面有一些师兄 然后他就利用把他变成一个台商协会的一个活动 用这样的一个形式之后 那就变成是说寄托在一个企业组织底下 那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你要去看说 慈记他没有办法用宗教力量做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募集大量的散款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财产的部分 就我了解除了医院跟这几个希望小学 跟这几个所谓的爱幼中心 是属于慈记的之外 那其他的资产的部分算是比较少的 因为中国大陆对宗教本身 对有非常大的一个限制 而且变化可能难以预测 那为什么传出什么捷克买古堡 这个是在当时这个 我记得这个郭台铭郭董 他不是为了前妻邻属辱有到欧洲去 到捷克去要买古堡吗 那当时曾经有过一个报道 就说其实当时欧洲的古堡市出很多 那慈记也要用慈记的善款 要去欧洲买一个古堡 那后来到底多少钱买的 那买了这个古堡做什么用途 其实后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财报上面看到 就是看不到 对 无法监督 对 无法监督 那我记得是在郭台铭郭董 买捷克古堡的时候 慈记也到欧洲去买了古堡 只是说这样一个形态 就是说你可以看他从新加坡 然后美国 那刚刚嘉宇提到像加拿大 那中国大陆的话主要是医院 那欧洲的话 他也发展一个据点 那据点的话 用古堡的形式拥有资产 这是最保值的 好 我来看台湾的政府官员 有多么的放松 该监督的时候 其实就要立法来这个监督 但是您看 这个总排行 各个宗教团体 总排行的前十名的宗教团体 第一名是慈记 总财产估计是885亿 第二名是基督教长老教会 它在很多的黄金地段 都有这个房产 大概375亿 然后就佛光山130亿 中台产是88亿 法古山86.6亿 这个摩门教76亿 行天宫 哇 行天宫 很厉害耶 76亿 弥勒大道 67亿 等等这一些 天宗教部道会 前十名 但是财务的揭露程度里面 全部看下去 都是属于各个基金会 功德会 没有公布会计查核财报 几乎都没有的 张老教会一样 没有把会计查核财报 捐款明细公布上网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这么庞大的资产 我们完全没有监督 这么庞大 以善为民所建立出来的 产业 我们都不能够去监督 这是善款 这是很多 姓男姓女的功德金 香油钱 希望能做好事 到底是不是做好事了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个宗教诈骗的事件 是陆陆续续 史有所闻的 当然我们这样子连结 不见得对 但是我们希望 就是说建立信赖的一个前提 就是要公开透明 台湾市政府2009年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想说 哇 这个台湾发生 这么大灾难了 大家要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9位一赠灾的捐款 市政府台北市 就募到了将近6亿 就我钱花不完怎么办 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为什么人民这么愤怒 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 我这边募到的钱 花都花不完 不知道该怎么花 而这边灾民们 其实钱就是永远不够用 很多的这个协助 都还没有完全的到位 这边是苦与没有资源 而这边是资源太多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台北市政府 当时引发很大的一个争议 就是剩余款项被挪作 这个已经挪下来 做重大灾害民间赈灾捐款了 结果6000是捐到了四川赈灾去 可是先捐给红十字会 再用红十字会来捐给四川 红十字会本来就是 郝龙斌那时候当会长 所以那时候也有很多争议 好 2005年的时候 也是红十字会 台北分会发现 就是说业务车马费 有这样的一个金额 每米捐款被员工抽成15% 我捐一百块的散款 我希望百分之百可以抵达 应该要帮助人手中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木得这个款项的人 就可以先抽个15% 就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2014年8月18号被踢爆 创始基金会 1999年设立的奖励办法 员工募款可以获得 奖金跟旅游价 等于我们的散款 都会先被抽出来一些 2014年荣获这个 法谷山国际关怀生命奖的 西伯伦全人关怀协会 结果被发现说 创办人夫妻挪用捐款 买车买房保险专利 不乏所得将近有这个2000万 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你会把散款 拿来自己住好房子 开好车 而很多人的血汗钱 就这样被你豪华的 奢侈的生活给享用到了 李宇远目前为止这个状况 到底这么两个多礼拜的 逃利以来 有没有什么立法的进展 其实这种状况 其实如果你了解 整个的宗教寺庙团体 他们目前的一些 所谓的收取善款 跟支用的状况的话 你会非常讶异 这些其实只是比较大的 那全国 那么所有的宗教寺庙 有合法登记的 大约11000座 那没有合法登记的话 应该数倍于这个数字 那以台北市为例 台北市目前有合法登记的 宗教寺庙是474座 这些宗教寺庙团体 那没有登记的宗教的场所 达到1763座 那这个合法登记的 这个宗教非常的多 比如说包括犹太教一座 巴哈伊教一座 这合法登记的 回教一座 天理教一座 天主教八座 基督教182座 夏教就夏天的夏 一座 天德教一座 一贯道一座 宣言教一座 礼教一座 佛教107座 道教165座 所以百花齐放 那没有登记的 1763座刚讲过了 那我特别问台北市民政局 我说这个有合法登记的 他每年度要不要 把他的全年度的收支 要报给这个民政局做备查 他都要 那我说没登记的呢 他没登记的不用 就不知道有这些事情的存在 那我们有这么多那些未登记 而且这个庙还不带 还相当大 香火还鼎盛的 那么他们所有这些 善男戏女所捐的钱 不管用什么名目捐的钱 甚至于包括他可能 因应某些天灾人祸的时候 他会募一些款 那这些款项怎么管制呢 没有管制 完全没有管制 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些 被招滥用 而且甚至被起诉 被这样所谓的揭露的 这些还是有合法登记的 有合法登记的 你反而有办法去管制 没有合法登记的是 无从管制 所以国内就出现 这个严重的乱象 所以你会看到 我是宗教寺庙 坦白说一句话 我为什么要合法登记呢 反正我每一个宗教寺庙的话 它不止里面拜有神 有所谓的真正的神子 那么在外面 他也要找门神 那你找门神很简单 那么政府官员是门神 民意代表是门神 那每个民意代表 他为了选票关系 为了信众的这种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度的关系 他也乐于当门神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 导致于说 我们有法 各种法令都有 可是没有办法去 执行到这些 所谓的宗教寺庙里面去 那么刚刚刚谈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慈记 那么慈记诚如卫福部所说的 就目前所有的 这些善款捐款 或是属于那种 所谓的募款活动 这些所谓的捐款的使用 它的一个收支的状况 核报的状况的话 卫福说慈记还算好的 确实慈记还算好的 那算好的 那可是慈记要当领头羊 我们就要去检视它一下 到底如果它是这样好的话 那我请问你 其他等于下肢的 所有其他宗教慈善团体的话 那会恶劣到什么程度 你可想而知 那我特别统计一下 这个慈记在这差不多 这个十年来 它经过五次的 重大的所谓的专案募款 这个专案募款 包括民国94年的 南亚海啸的募款 包括97年5月的 缅甸风灾募款 还有97年5到8月的 四川震灾募款 以及98年88的 88风灾募的一个募款 这是国内的 那么还有103年 100年3月的日本震灾募款 你看五次大募款 国内只有一次 国际有四次 哎呀这学问就大了 这国际的话 绕着地球跑的话 这些资金的使用的话 乱成一团 你根本搞不清楚 它用了哪去 那么我们来看 我特别去清查 这全部的募款 加起来 总额吓死你 10年来 光这个 专案募款 121亿 121亿之多 那到目前为止 使用的 节余款 只剩下88风灾 剩17亿多 还有日本震灾 节余 27万7千多块钱 所以实际 只用掉了104亿 哎呦 去花光了 花光了 那104亿 它基本上是 我们花年线 或者是台东线 它几乎是年度的 一个线的总预算 那我们现在看 我就到卫福部里面去查 就查了老半天 发现到 因为依照公益券目条例 你这些专案募款 你使用到一段程度 或者结束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 所谓的年度 要把收支 情形 成果报告 相关证明文件 必须要报卫福部 去备查 备查完了以后 还要把相关的 这些收支的情况 成果报告 跟相关证明文件 你要上卫福部的网站 去公告 结果我查了半天 这五项专案募款的话 我上卫福部 查八八风灾 上面写的无耻资料 什么都没有 收支情况 证明文件 然后呢 包括所谓的 这些成果报告 八八风灾 卫福网站 没有 你说网站以上没有 会不会见到 不不不 这一定要有的 那么南亚海啸 也一样无此资料 没有资料 没办法下载 四川震灾 也没办法下载 四川震灾 募了19.9亿 南亚海啸 募了29亿多 日本震灾 22亿 有 可以下载 通通可以下载 可以下载 但是 还违法 因为依法令 相关证明文件 也要PO上去 他没有PO 那么缅甸风灾呢 有 也可以下载 所以各位到 卫福部网站 就可以下载了 公益券目里面的 这些专案的募款 项目可以下载 有 但是也是一样 相关证明文件 没有付上 可是呢 我们就存产 缅甸风灾好了 这是9月7月5月的 募的是 在整个五项专案里面 最少的 2.4亿多 2.4亿多 我一看了以后 发现到 我们常常讲 持继志工 持继志工 所以我在这里 真的是要劝持继 你只要是真正的 持继志工 你打志工 大家没话讲 可是 领薪水可别叫志工了 出去的全部领钱 因为你光看 这个收支明细 里面 我这样翻 各位只要看到我 这边收支明细 黄框框的部分 就表示 全部都给持继志工 领走了 那 后面一堆黄框框 从后面开始 你看 一堆黄框框 这全部持继志工 领走了 所以他们不能叫志工了 那编列了什么东西呢 他里面编列了所谓的 包括薪资 薪水 包括劳保费 包括健保费 包括所谓的 薪资退休金的 这种费用 等于是 劳工自体的 也帮他买单 里面还包括 所谓的伙食津贴 然后还包括年终奖金 还包括端午中秋的礼金 等等 全部一应俱全 还包括 福利也不错 所有的他出去的 这些机票 费用 餐费等等 另外通通都可以报 所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两亿四千多万 10% 都被所谓的 持继志工 全部领走了 2400万 两千 差不多2400万左右 通通被持继志工 领走了 那我们来看 88丰灾 这些 有多少人 真正的是持继志工呢 88丰灾里面 大概 动员的人力 人次 达到56 7万人次 实际 这些人 他们确确实实 是没有领钱 可是他怎么载名呢 他在包包风声里面 载名说 我们动员了56万人次 那么每人次 四小时 大概是800块钱 然后包括他们的 其他的相关衍生费用 交通费 怎么费用 他写了一句话 他说 他们都没有勤领 由志工 自负 没有勤领 由志工 自负 换言是说 这些志工事上 是可以勤领的 他们没有勤领 所以他叫做 隐藏性的 所谓的支出 他列入隐藏性支出 他都没勤领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要请问 实际 我说实在话 很冤枉 这么多的 在做志工的人 他会觉得说 你也志工 我也志工 我是真正牺牲奉献的 我自己开车下去 搭了高铁下去 我去努力 我都没有勤领 可是呢 外面所有成果报告里面 你看他揭入日本 他全部的成果报告里面 都揭入了 里面写的 很多的那些图片 全部是写的 持继志工 你看这是 日本症灾的 你到卫福网站 也可以扣下来 这么多的资料 各位看看 里面每一项里面 说明都写 持继志工式的字 可是经我所查 这些志工 全部都是领薪水的 那看得出来 他们平均薪资是多少 平均薪资的话 多达有一个人 大概可以超过 十一二万 有的人是领到 这薪水 还不包括其他的津贴 有的大概 一般来讲 可以领到 三万四到三万五 可以报持继志工 现在有那么多人 想要找工作 所以你看看 三节奖金都有 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觉得建议持继 你真正是持继志工 就是持继志工 你是领薪水的 你就持继工作人员 你就持继志工 这样可能对社会上 感受上会比较好一点 也让很多真正当志工的 他觉得心里 觉得说我没有被认为 你都要紧的 其实一般志工 编列车马费是应该的 谢谢他们 我认为编什么 所谓的保险费 平安保险各方面 应该的 甚至包括 伙食今天帮他们买单 我认为都应该的 但薪水派到每一个月 三四万以上到十一二万 对 都有 三节奖金都有 这就叫做 工作人员 就不要再叫志工了 就不要再叫志工了 把事情分清楚 对 我认为要分清楚 然后最后我要讲就是说 以我内部的了解 实际其实他九十六七八年以前 仗是一团乱 所以你看南亚海啸 九十四年进行的 但现在的位置他报不出来 而且他的支出 绕了全世界跑 绕了地球跑 他不是真的南亚去 他到北朝鲜也去 到非洲都去了 缅甸也去了 哪里都去了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 南亚海啸的账单 依照我所内线的了解 九十七年以前的 一团乱 听说到九十八年以后 才开始账户上 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现在他们想要当领头羊 想要把账公开一清二楚 就说至少九十七年以后 你能做的 你先做到 对 对不对 现在做得到的 你先做到 你先做一个示范 事实上呢 其实不单单是慈激码 刚刚那个总表 我给大家看到了 几乎是前十大总排行榜的 这个宗教团体 都没有完整的明细 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来说清楚 让大家看明白 但是呢 现在没有说 我们把钱捐出去 就是贫瀉着一种信赖 一种善念 希望你会为善 你不会拿来这个中保私囊 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 把钱捐出去 法律的力量 现在看起来 似乎能够这个 介入的还相当有限 所以我们刚刚有给大家看到啊 善款遭到滥用的 不是没有哦 还有就是说 有没有查出来是个问题哦 国庆大哥就你的了解 善款遭到滥用的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案例 我想善款遭到滥用哦 这个是层出不穷 但是就是说 大家都不敢去查状告 哎 其实哦 实际这个问题哦 一定很久的 包含这个独有事件哦 那个时候 魏英聪他们兄弟那 那个时候我就公开呼吁了 因为他们兄弟那 都在职际里面担任 某某基金会的董事 应该要辞去嘛 上人也要出来讲个话 都完全都没有 但是没人敢说 其实哦 一后哦 各大企业哦 如果要招募人才哦 只要在各大这些宗教团体 有认识过的哦 嗯 就是他们要招募的人才 为什么 啊 整个脉络太厉害了 差岁了 没什么差 钱要怎么有贵 搬运没人管 那是怎么没人管 嗯 其实政治人有要付很大的资源 嗯 其实很多政治人物 你看看 贵为行政院长的 贵为部长的 嗯 磁场到宗教庙宇去把那个寿佛鬼 去把拜 哎 拜托你行政院长去把这个法寿鬼 你会招募就对一个咖去跟他插大事 嗯 有人敢吗 嗯 没人敢吗 嗯 你看看 实际啦 其实你们在说他的赠债款 他的负款 去对去对 你们没有注意到吧 大爱电视台没出连续剧 里面没有坏人的 而且 他的广告就是都叫人观看进去 这些情绪对去 有人查不 我们政家很多的那些伙伴 他们都做事 长期都是蹲着 弯腰 吃老 都总变温孤 那温孤的阿姆 现在脱腰都做事 你知道吗 脱鱼爪 收保特评 他们为了什么 不是要运动而已 都是要把这些资源回收捐给慈祭 嗯 哎 当这些人拼了老命 哎 很多这样 为了这样 凌晨 他们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而且温孤 没有看到头 哎 时长被车追撞哦 真的 凌晨四五点被车撞的老太太阿婆 你敢问 都转去撞一招 哎 这些人的家属情何以堪 他们是大人 为了要做一个战胜 爸爸妈妈 早上去撞一招 结果撞一撞的钱 来交给他们 是让他们 这样黑白色 黑白色 事实上 我跟你说 我直接坦白讲 实际 人来议外 立委的选记 你敢问看他们的关系吗 他们立委也都有捐献的哦 这些捐献 立委敢报吗 有报吗 好 其实呢 随着这个慈济事件 不断的被讨论 很多的前程往事 也被一一的掀开 很多人因为 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都要上班 大家把上班赚的钱 捐出来 给慈济 或者是其他慈善 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来行善 而当慈济目击到这么多力量 成为一方之霸的时候 会不会有时候在行善的过程 以行善之名 但其实这个付出的过程里面 对于这个接受者 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呢 我们现在连线到 钱小林重建协会的会长 蔡松瑜先生 蔡先生您在线上吗 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八八凤在发生的过程里面 其实您本身受到 相当大的一个冲击 整个人生 整个住宅 通通都不见了 对不对 是 没错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实际决定要帮你们盖永久屋 这整个过程 让你感觉到 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你后来选择不住永久屋 对不对 对 我们就是决定走自己的路 因为其实当时 我们到行政院去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哇 其实灾后不到一个月 那慈祭就已经 大概把大爱村的轮廓 都决定好了 那可是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真正以后要住进去 永久屋的是我们这些灾民 是 并不是说任何一个 慈祭的师兄师姐 所以这样的规划 我发觉我们只是一个被告知者 而不是一个参与者 当时我就隐隐觉得不妥 那本来是期待日后 有机会去改变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才发觉说 其实慈祭要推动大爱村的意志 还蛮坚定的 那大爱村就如同 大家后来所看到的是 它其实 其实就是一个大爱文化的延续 就是一个大爱的 行慈善的地标 那原住民的文化也好 小林的拼捕文化也好 甚至闽南冷的文化也好 在这里面事实上 相当程度的被牺牲掉了 等于就是说 其实你的家乡 原本的特色 被这个风灾所消灭的时候 你们希望可以从自己 原本的根源出发 重新再建构自己的 拥有自己文化的家园 但慈祭大爱 他们是等于全球 一样的一个规模 一个大爱村的模式 它要硬生生的 就是直接空降到你们的 小林村部落里面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当时小林村 大家都知道是灭村 所以我们其实这些还剩下的年轻人都很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亲手把家乡打造回来 尤其是大概有遇过灾难的人都知道说 其实重建的过程就是一种疗伤的过程 所以我们认为说 怎么样把小林村的风貌 风华 文化 在新的地方建立下来 我觉得那是对于还活着的年轻人 是一种很大的动力 但是我们后来发觉 我们改变不了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像我们 好像我们其实在这当中 是没有租到权的 那就只能配合这些政策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发现说地是国家出的 房子是慈祭 以大家十方大众的善款拿来捐的 是 那这过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为什么后来选择不住这个大爱村 就如同我讲的 我觉得其实这过程 我并没有对等的权利来参与 那甚至这样的权利 相较于921 三民可以去租到 921的问题是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钱来盖房子 但是他们有决定的 绝对的权利来决定 嫁以后要长什么样子 那可是 八八共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好像 这个游戏规则被订定好了 那我们企图在这里面去 找回我们的自主权 可是就一直碰壁一直碰壁 那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就是 聚住嘛 我们决定住在组合屋里面 去期待有翻案的一天 那住住在组合屋就是 多待了一年这样 那后来就是 你的地是 你原本山上是有家有地的 被灭掉之后 你就没有地了 然后 大家都知道小云村的情况 是不可能在当地 在做富裕或重建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说 三分之二的住户 当时决定说 应该要搬到三下 重新开始 可是搬到三下一个问题是 除了你的房子兴建 我们没有参与权之外 但是也就是说 在生活方面 你没有考虑到说 其实那是在乡下的地方 当这样的人 他已经失去他的田 他的地 他的 没有山 没有河 那你的规划 没有考虑到像 比如说 我们要种菜的地方 我们要活动的空间 甚至乡下的一些老妈妈 都会自己养鸡 因为我们的食物都崇尚自己自煮 自己种自己养 所以菜是自己种的 鸡是自己养的 那样才可以把生活 开掉降到最低 而且其实左邻右舍 都还会互相交换菜色 所以只要有给他们空间 事实上 他就可以满足这些 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在大一村里面不可以吗 在大一村里面不可以养鸡 不可以种菜吗 很不幸是的 对 那当时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说 不能种菜是因为他们有规划这样的空间 多出来的地 多出来的地是不是大概有五公顷 台糖剥给他们盖大爱村 多出来地大概五公顷对不对 台糖真正剥给 在山林这块大爱云区 大概是五十公顷 总共是五 事实上是绝对够的 多出来的地 多出来地宁愿放着 慈禁带他们宁愿放着 也不让你们种菜 也不让你们养鸡养鸭 我想他也不是不让我们种菜养鸡 是因为他的思维没有想到这个 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这个规划 变成是说他想要把房子赶快盖好 嗯哼 那可是我讲的前面的文化的部分已经看不见 各位看到现在大爱园区的照片 你已经看不到任何原住民的图腾 或者任何小林村的这个意象 嗯 那生活方面 他也没有给我们考量说足够 就包括你的生活空间 你种菜 甚至养鸡这些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是说 一般住了一千多户 你一定会有内需的产 商业的产生 比如说 你可能会需要有一个理髮厅 会需要有干嘛店 嗯 会需要有小吃布 嗯 但是这些在里面都没有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很多的住户 是牺牲自己家里一楼的空间 嗯 来做生意 嗯 那我就觉得你干一千户怎么会 一千户的这个民生需求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你说你等了一年 你到处要地 希望能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的时候 政府也很无奈 因为已经跟慈激BOT了 一年内什么事情都必须要由慈激全权做主嘛 你后来是不是好容易跟恒海要到了一块地 你本来有自己的一块地 可以过自己想过的原本的生活了 又遭到阻碍 所以应该是说 呃呃因为慈激跟政府之间有 有一个可能一个合约吧 那合约性子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也看不到 嗯 我们只知道当时 当我们这这样的诉求 希望重建小林村的时候 嗯 这个诉求大家认同之后 我们发觉 呃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其实在这部分好像是有点无能为力 嗯 就是我知道的讯息是 我们可能必须要等一年以后才有机会 就是BOT合约过期之后才有机会就对了 对 但是详细他们那个也不叫VOT 我只是觉得说 我只是觉得 哇 怎么会一个重建搞得 我们就是即便是政府认同我们的合理诉求 我们都必须要多等一年 多在组合物浪费那个时间 而不能马上去做重建 这当然我当时是觉得纳闷的 就是为什么有这样必须要等待 好像满一年这样 那鸿海不是本来答应给你递了吗 为什么后来又不了了之 其实这我也 我只知道说当时因为红海 他们也蛮好心 因为当时100公顷的地 有50公顷是给池季 盖所谓的大海村 那50公顷就交由红海来负责协助产业 那后来因为池季 我们讲他的土地不愿意释出 那我们就去拜托红海 那红海也很好心说 好 他们的边陲的地带 大概7公顷 刚好够盖你们的小林村 但是这件事情好像传出去之后 后来就可能有一点点阻力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是这样子 爸爸风灾发生至今 你得知还剩下17亿的解余款 不知道该怎么花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惊吓 而且风灾发生三年之后 慈激是说要主动结案的 你们的生活真的用不到这17亿了吗 他真的是17亿已经用到 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吗 灾民真的不需要了吗 其实这也很困扰我 就是说其实在 我讲你救灾的话 三年时间绝对够 甚至可能一年那个叫救灾 但是大家知道 其实88风灾最大的问题是 它是台湾有史以来 最大的签村活动 那既然签了那么多村 然后一开始的产业配套 就如同我刚讲 你连生活机能的需求 都没有考虑得非常完善的时候 你后面变成要做很多的功课 来补救这些事情 那很多年轻人像我们这样子 小年轻人的孩子本来住在外面有工作的 他搬回去那个地方 你要重新开始也没有工作啊 他扣掉 郭董他投资的农场 有一百个工作机会之外 事实上那边还缺好几百个工作机会啊 那所以当时三周年的时候 我听到说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觉得 不是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吗 那好像怎么就是 认为说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们 我们只是一届平民啊 我们这样的声音 也没有办法说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只是觉得说 那就接受 所以我们还是自己认分点 靠自己多努力点吧 可是蔡会长 你知道慈激 居然从十方大众这边 募得的善款 有十七亿 不知道该怎么花 没办法花的时候 族人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 十七亿 不知道该怎么花 本来要弄到国外去 对 其实 坦白讲知道的人 不满情绪也蛮多的啦 就会认为说 当初这个事应该是用于 八八重建嘛 你没有用在我们身上没关系 可是你应该用在这一片土地的重建或富裕嘛 那因为我们自己在当地 其实我们看到 它要重建的地方真的还蛮多蛮大的 包括甚至是说 就算基础的建设完了 你也可以拨一点预算 比如说在文化的富裕 大家都知道原住民跟小林 平补文化是濒临 需要被保护的状态 那是不是可以多花点力气 比如说你拨个两亿 然后作为文化的重建基金 然后你拨个两亿 作为教育或者是一些 独居老人的关怀性 因为像我们自己 我们社区的老人 我们还自己送餐给他 那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做 因为八八水刀有一些 轻重人口丧失的 那剩下老人家 剩下小朋友 这些是蛮值得去投入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有机会的话 我不只是说去评断 实际怎么样 我是觉得相信里面 还有很多人 很多好的实际人 愿意来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我会很希望 他们真的还是来 来这个地方看看 其实还是蛮需要 实际来继续投入的 好的 我们谢谢蔡会长 跟我们的连线报道 事实上会长 他在这个准备上线之前 他已经保留了很多 因为他觉得为人要厚道 所以他把就他能点到的问题 点一下 17亿开不掉 没错 不知道怎么开 本来要拿一口罩去 而小邻村的居民 他们当然也觉得说 不要去依赖别人 要靠自己 但是是不是还有更多 更细致的工作可以做 不是说三年一到 结案了case close 钱通通要撤走了 不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这个17亿事实上 可以在这个地方 包括小邻村附近这个地方 有跟他刚刚讲到了文化嘛 对不对 事实上你可以提供很多 就业的机会等等嘛 你可以投入 全数投入 我相信对灾民 对纳马下乡 还有很多附近的灾民 都有很大的帮助 可惜啊 你不要忘记 这些包括47亿 9千500多万 这些善款 并不是慈祭的 是老百姓捐给慈祭 你只是代为执行者 问题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呢 因为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大爱村 是有很多很多 在这个等于说啊 施行的过程当中 包括永久屋的建筑上面呢 有很多很多 没有做得非常精细的地方 比如说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谈 有关于这个大爱村 里面的大爱石就好了 什么叫大爱石呢 也就是说在台塘月梅啊 这个公有地上面呢 这个慈祭呢 拿出民间的捐款 善款 所以要盖永久屋嘛 那盖了以后呢 附近有很多的石头 排了很多所谓的 人家开玩笑说 是所谓的灾区的巨石镇 那么巨石镇上面呢 写了捐写了很多的 这个文字里面有 但愿我微博财产能够 卖掉用一半来捐给大爱台 救灾等心院 听起来还不错 感恩嘛对不对 事实上这些都是一些灾民啊 包括小朋友啊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写在里面啊 比如他们的干系啊 三明自己写的 对 问题是怎么会 磕在这个地方呢 磕这样子 你说你要捐给他 那时候你的发现OK的 可是如果你看到 另外一个大爱石的时候 会吓一大跳 为什么上面竟然写着 我门一打开 我早上门一打开 就看到马路上的浮尸 你为什么会把这样子 放在那个上面呢 大爱军要疗愈 没错 不是在回顾过去的那些 没有错 我们这里来讲 应该把创伤后的 压力症候群 整个给解掉嘛 不可是因为我们 昨天讨论到 大爱他们持继 他们在那个 美国的网站上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用各种方法 请人家捐钱 没错 你走了之后 你的遗产要怎么捐 对 你退休金可以怎么捐 我帮你结税 一大堆一以贯之 结果我觉得这个 也等于是发挥了 彻底的精神 而且因为包括这些 卖财产 捐大爱 因为刚刚讲的那些 包括一开门就 这个看到浮尸等等 是不是让你在重新脑海里面 重现当时的那种惨剧 那还有包括 那个石头上还有磕桌 眼塞壶爆裂以后 怎么样 等很惨断桥什么东西 你去用这个东西干嘛呢 你说这个东西都是 灾民的心声 那你知道 那为什么 把它磕在这个商店面 是灾民的意见吗 不 竟然是实际 他们自己本身 内部干部自己的决定 你知道吗 除此之外呢 好 那么刚刚其实也讲到 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 这块地其实是台塘的工友地 叫玉美农场等等 可是啊 这块地照理来讲 应该是磕寂 我再讲一遍 钱不是磕寂出的 钱是老百姓捐的善款 给磕寂 包括快要48亿 磕寂把里面的钱拿来 你只是个中转者的角色而已 可是 这个地方你盖的是 你认为应该给灾民的 大爱园区 而不是灾民希望怎么盖 照理来讲 你应该把它盖一些永久屋 让灾民来住 这样就好了 你应该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那除此之外 好 刚刚讲的第三个重点 刚刚不是讲到说 这个大爱园区里面 不可以 不可以养 这些鸡鸭鸭 对不对 不可以养 你知道吗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要住进去 必须要填一个 生活公约 这个生活公约里面就有 明确的记载 你不可以养家禽 不可以养家畜 你要养宠物 还不可以造成任何的 这个等于说 喧哗什么都不可以 包括 如果你要进行宗教仪式 他们是说 他尊重各种各样的 这个等于说 不同的宗教 可是如果你要经过 你要有任何的宗教仪式的话 要经过管委会的同意 我跟你讲 我看到这边 我即使我是灾民 我也不愿意住大爱村 当然 我住山上 我就是奔放 我就是自由 我为什么要被他管束那么多 而且原住民的个性 本来就跟汉人不一样 更何况我的家庭受到重创 没错 我为什么要受到你那么多规范 然后房子 我要一块地来养鸡养鸭种菜 你不给我 你就是要把道路拖廓20米 后来道路拖廓20米的原因 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要海外慈祭团 还要海外的很多的来参观 我告诉各位的 很简单 最后终结四个字就好了 慈祭是要慈悲救济 感恩是要感激施恩 各自送给慈祭 自己本身好好思考 我觉得蔡会长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我的家瞬间 全台湾最大的天在 我的家园整个没有了 我打开门 我举目一望 我过去所熟悉的三菱田园 通通都不见的时候 我要记什么方法疗愈自己 也不是说我 我要你给我钱 或者是你帮我盖一个 你觉得漂亮的房子给我住 我就要感恩你 不是这样子的 我要透过这个过程 我重塑 我重新跟我的存活的族人们 去重新寻找我们原本的家乡 原本的样貌 过去不好的 我们借用这个重建的过程 我们让它变得更好 但是我们的根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特色 我们要给予保存 但是小林村民 在面对建灾过程 整个心理重建的过程里面 却发现说 你慈祭是行善之民 但是为什么你都 有点像威权的爸爸妈妈 我是为你好 你要听我 你不晓得 灾民受到很大的压力 连政府也没有他的办法 你想说这块地 应该是台糖的吧 可是你知道吗 后来这个南部的行政院中心 他就讲说 罗世雄 他就讲说 其实我们也很无奈 因为他就说 他六周之内 就要完成 这个整个永久屋的 一个新建 那可是那些灾民 他是想要 不要永久屋 他会回到 那个部落的 一个生存的 一个方式 但是因为 持续这种 所谓有效率的 一个做法 逼得政府 只好同意 他们盖这个永久屋 所以导致后来后果 政府拿这个也没办法 而且政府的 他们是拿社会的善款 不用经过这个 重建这个条例的一个 有标的 招标的方式 可是政府如果要招标 他还经过一期的程序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过程 为什么你用了这么大力气 去帮人家 人家还不感激你 你在大爱时上面还说 我要我的儿子姓慈记 或怎样 在大爱时里头 你知道原住民跟 这个所谓当地人 很多人都信 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的 可是他应用人家 要盖一个佛堂 要信这个佛教嘛 那问题是 你拿的是可能 社会善款 去叫你重建住宅 并没有要你去强压别 你还记得 我们五六十年代 很多教会在台湾 发那个 面粉袋 面粉袋 那些基督教会 只是要求你那边去听 听我听 一个周末 听牧师讲道 听牧师讲道 然后你就可以把 那个面粉袋拿走嘛 要不就是说 你只要让教会一圈 我就给你这个面粉袋 还有冰淇淋吃啦 对 那他有没有强迫说 你要信我的教 我才把面粉给你 或是把这个 施舍的东西给你呢 没有嘛 就是说 我觉得宗教 要出于人的信仰 所以世界上 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最重要的是 你作为一个宗教团体 你要有同理心 跟尊重 才能够整个获得 所谓你所谓 施恩者的一个 善意的回应嘛 好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 为什么就是说 宗教法啦 各方面啦 甚至最近传出的 你这个寺庙 只要在这个地方 占据超过五年以上 你就可以跟国家来买了 这中间扯出很多 为什么宗教 大家碰都不敢碰的禁忌 其实蔡会长说 过去他们在小林村 小林村抗争的时候 他们得到的版面 永远只有抱屁股 下面小小一点 他说要做梦都没有想到 如今针对宗教 或者是那么大的宗教团体的讨论 居然是排山倒海而来 他说他自己也很惊讶 因为不只是媒体 甚至政界对于宗教 一向是觉得 就是相当尊敬 不敢多加的一个讨论 那为什么 刚刚国庆大哥点到重点了 持续功德会 会不会在选举的时候 对于参选人 就直接给予政治献金 而我们刚听到的金额 还不小 不是十万二十万而已 怎么会做到这样 是不是因此 所以对于这个 因为已经有收受 政治献金的关心 导致于对这个宗教界的关注 会比较宽厚 我们来看看 我很不欣赏他的邀言过重 上次总统大选之前 他说如果某某人不当选的话 台湾一定血流成片 他已经预见了 台湾血流成片 我们想想看 这是不是一个宗教师 失去了分析 这样对于台湾的 这个政治的介入 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介入 市商会接着 还把目标对损从海产寺 他竟然敢公开说 近期的他翻开报纸 自杀 社会案件成功不穷 经济萧条 社会动荡 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的台湾 竟然有这么庞大的 全世界最豪华 最富裕的寺庙 这不是佛教的一个穷 一个奇耻大辱吗 我们今天有没有反观制造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 堆在那个墙上的钱 拿来赞给那些水生火热中的众生 让他们能够得到平安 得到幸福和快乐呢 才说八十大树 就要丰人的幸福法师 以平民身份 呼吁陈水扁总统主动起辞 中教领袖此时表态 为政坛投下一颗震撼蛋 幸运法师出面倒扁 倾向泛滥的政治色彩 并不是第一次显入 二零零四年总统大选期间 幸运法师也曾经发表 台湾没有台湾人 台湾人都是从中国渡海而来的言论 早就被人贴上犯男标签 总统马英九一道会场 立刻蹲下和新云法师适应 上午高雄佛光山 举办佛陀纪念馆落成典礼 明明是佛陀纪念馆落成典礼 现场却有藏不住的政治位 就连新云法师也不必会 直接公开表态 佛陀纪念 今年落成结合 当马英九一行 再任总统的事 就中他的性质 选战倒数政治人物出席宗教场合 尽管时机敏感 抢拉宗教票 好 所以我们在讨论说 为什么这个很多的宗教吸纳 那么多的这个香油钱的时候 管束相对的法令监督不足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 因为宗教绑装的情况之下 知的是割地换选票 05年宗教团体法 违建占3 5年可以合法构地 宗教财务不需要透明化 这个过后来是被挡下了 接下来09年要修改 森林法宗教维建可以就地合法 有被挡下 01年 2011年的时候 殡葬管理条例 赴殡葬设施的宗教维建就地合法 闯关成功 国有林地变更为非公用的财产处理要点 012年了 有被挡下 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什么 农业用地变更使用审查作业要点 在特地农业区的宗教维建就地合法 现在进行式当中 2月17号的时候 内政部还言你要放宽特地的农业区 可以就地合法 为什么可以闯关 为什么可以过关 很多一看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处理的事情 为什么可以这么处理 我们要请这三位现场 在场的这个政治人物来讲一下 面对宗教之间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宗教的宗教是不能涉入政治的 你看我们每一次 不管是总统大选 五都六都的大选 都有一些妙子 包括一些自称为本尊的师傅 就都出来说 去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结果 和行为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 你是不是要去拜他为师 当他弟子 有师傅的加持的话 他如果说一句话 你看佛光山就好了 新闻法师如果说一句话 新闻就报一天 上人如果说一句话 新闻就报一天 以前你会去送七里吗 那时候可以分身 大家也很多政治人物 还当他是师傅 去拜他 对不对 送七里加上我们三立电视台 就是有实力 掌握了宗教跟媒体 就是实力 所以三立加送七里就等于有实力 所以媒体跟宗教 都是政治人物 一直想要去合金 要去勇金记忆 就你所知选举的时候 除了这个持继会 这个政治现金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单位 也会给政治现金 一般是没有 我们说这个大庆庙 大庆庙我不知道 但是四庆都是我们政治人物 要去奉献 包括 你如果是说 可是就我所知 比如以宋七里为例 如果是他支持的参选人 宋七里财力那么够 其实这捐助就相当 相当惊人的 对不对 其实 宗教我相信 还是有在捐助政治人物 应该有 当然有不是应该有 应该有 最明显的 我直接讲 就确定有 因为我才有宗教 因为像那个 我实在是好 因为这哪是 你告诉我 你才实在 我跟你说 什么子南宫 行天宫 这些都有 都有 对 都有 他们捐助多少起跳 这个他们就等于说 跟某些政治人物 都特别好 所以你看像子南宫 你看谁每年都去 就是他就非常支持 这个就是某特定候选人 但是 但是这 如果有财团法人 财团法人 就是有董事的 就要经过董事会同意 那如果没有 还有个人 对 因为个人财力最后 对 所以这些其实宗教团体 它不只是有选票 有的还有钞票 那有些政治人物 当然就是说 可能会有收受 政治献金的问题 因为就曾经爆发 这个玉皇宫政治献金案 当时它是一个南部 非常大的一个宫廟 连这个住持都可以做 这个劳斯莱斯 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 那引发最大争议 就是说当时赵天龄 他曾经出来指控 就是说吴敦义等等 泛兰的这些 长期在南部执政的人 收了玉皇宫 大概上千万的政治献金 所以这政治献金的数目 可以到达这么高的一个程度 真是匪夷所思 那当然在北部 也有一些政治人物 像台北有一些很大的庙 那我就知道说 某些政治人物 可能会做他的干儿子 或干女儿 就认那个公主来做 住持来做干儿子 或干女儿 那这个不仅有选票 可能还有其他的加持 当然就这个不可遇 那其实像这些宗教团体 为什么宗教团体法 这么厚康 可是一直过不了 因为对这些宗教团体来讲 占地五年合法 他们还不要 他们要占地一年就可以合法 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占地五年 所以那时候有些宗庙 他还反弹说 太早修了 2005年他还不同意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可能 但是我想在媒体 这么关注的情况下 这个法令现在要过 是可能非常的困难 那当时这宗教团体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黄昭顺委员 那时候主导去修法 第一个他要全面免税 不管是土地税 土地增值税 牌教税 全部免税 因为还有一个争议就是说 其实有些宗教团体 他会卖纳谷塔 纳谷塔这件事 宗教团体也说我要免税 可是对殡葬业者 他就反弹了 我们一年缴这么多税给政府 所以现在宗教团体 跟着我一起卖纳谷塔 因为很多都在卖 结果你既然可以免税 那以后大家都做宗教团体 我们也自己去成立一个宗教团体 随便去找一个国有地 盖一间什么惠敏庙 家喻庙 我们也可以自己在那边 当公主 先出庙 宗教团体法离谱的地方 就是只要30个人 他就可以发起 就可以做一个宗教团体 所以我们在场的来宾 就可以组成一个宗教团体 反正做任何事业 先搞一个宗教团体 然后就可以免税了 那在我们内湖就曾经发生说 在保护区就有一个建商 他就盖了一片住宅在那边 那在这个住宅的山上 他自己有一块地 那他就说他儿子生病了 要还愿 要还愿要盖一个包公寺 然后要盖这个庙 后来在五次都审 跟两次还瓶都被挡下来 就不让他盖 就后来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法令 非常的偏好这些宗教团体 就说在保护区 只要你在164平方公尺以内 你不用还瓶 不用任何的都审 你就可以直接发建造 所以他为了规避还瓶 他就缩小他的面积 后来市府就直接发给他建造 因为之前还瓶都不过 因为那边会有土石流 不可能可以给他过的 后来我就去执寻 要求说撤销这个建造 后来也暂停 也就是说 很多的宗教团体 寺庙他都盖在保护区 占地为王 其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可是有些事情 你还不得不信 就是玄 对不对 你说这个违建 这个大庙违建 我要猜就是要猜 有时候还不一定 你要猜就猜得动 对不对 对 那个像我们台北市文山区 有一个通往沿着木炸路 市段那边通往深坑那边 有个叫风洞石工 没错 对不对 有个风洞石工 那风洞石工 在陈利本担任市长时期 因为把木炸路武端要拓宽 那拓宽以后 这个正好在路中央 就规划的路中央 正好有一个风洞石工 石头的石 工工的工 它不是一个工廟 它就是一个大巨型的石头 在那边 那听说 因为它的石头本身 奇怪 它平衡感非常好 它基础很小 这个地面接触的面很小 可是风来的时候会动 而且还会有一些声音 那当地人就把它当作 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那个叫做石头工 石头工 经常去帮他拜拜 但他本身 并没有什么特别人 在那边主持 结果后来 这个陈利本他不信邪 他不信邪去派的那个 他那时候是市长任内 他市长任内 他不信邪 要新屏幕他的武断 人家跟他讲说 中间有个 九头工 你不能务 不能搞的时候 陈利本说 哪有这种事情 叫他去拿怪手去把它移开 移开 结果那个怪手 第一次出动去的时候 等到要去抓他的时候 就袖斗了 那罐子又袖斗掉了 故障了 第二次的时候 去的时候又袖斗了 那第三次去的时候又袖斗了 那我不知道他袖斗 三次袖斗 当时就财势说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以后 结果那个木杂日五段 各位去的时候 往深空方向走的时候 就看到 怎么到路中央的时候 分流两边 然后等到后面再把它合流 石头站住了 这个位置 李一元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这个新闻 就是我采访的 好 监督完这个宗教的资金流向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什么 看政治人物的资金流向 卓伯元 最近被爆出五千万 流入他的殷亲口袋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VCR 前一张画现场卓伯元 被控强征名利 涉嫌图利 玉毛屋董事长 谢明达 要盖纺织博物馆 有五千万的资金 透过远亲户头 汇入特定账户 你这样资金的部分 好 资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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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伯元13号出面反击 强调子虚乌有 但是检方继续追查 发现多年前 卓伯元的姐夫和堂姐夫 和跟玉毛屋有生意 往来的丁心和阳性商人 花了三四千万 在台中八旗 买下大楼豪宅 就连妹妹卓士文 在八旗也有一栋 三千万的豪宅 外传卓元 他就住在台中市的八旗 重划区里头 不过因为他的房子 并没有申报 因此涉嫌 财产申报不实 房仲网揭露价格 外传卓元住的大楼 旁边就有美食卖场 瓶数在一百瓶以上 一瓶要价三十五万元以上 总价高达四千多万 检方查出卓伯元夫妻 就住在其中一层 丁心男子购买之后 就让卓伯元夫妻 住在里头也没有申报 而楼下一层 则是卓伯元的堂姐 和堂姐夫买的 没有入住 却也无法交代 买屋的资金来源 检方分案调查 将卓伯元和妻子 列他自然被告 我想这是本属 进行那个分案调查的 通讯但他目前 只是一个 他案的被告真正而已 根据一百零二年 公务人员财产申报 卓伯元有土地三笔 分别在台中彰化 两个房产在台中 存款部分有八百一十六万 柳架乘券都是 基金受益凭证 共有一千两百零六万元 还有十多笔的保险 而卓伯元回应 他在台中八期没有财产 如果相关单位有需要 将会说明 而检方仅期内 也将四度约谈 卓伯元夫妻 告案说明 好 我们要介绍 这一阶段新加入的来宾 这是民进党籍的 台中训员陈世凯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检察官 已经针对这个案件 把卓伯元夫妇 列为被告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这件案子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在查 另外一件案子 是卓伯元的弟弟 卓伯仲 还注意吧 还记得那个 卓伯仲的案子吧 就是那个 到处都有很多诗啊 很多什么东西 到处送啊 送到台北来 送到台中来 到处送的那个 在查的时候 顺便把卓伯元夫妻 包括所有的亲友 整个亲友 全部都查一遍 那么查一遍以后呢 其实也要感谢 国际洗钱联盟 为什么呢 又是爱德盟 为什么爱德盟洗钱联盟 他们发现 有一笔钱 在三年前 有一笔钱 从台湾汇到了日本 总共是五千万 有一笔钱汇 那这笔钱五千万呢 汇到日本去 那汇到日本去以后呢 就是从丁信男子这边汇出去 那我问你 那这笔钱是谁来的 结果发现追回去以后 这笔钱是 有一个另外一个姓 杨的汇的 这笔钱可能是 现在卷入其中的 玉毛屋董事长 就是中部很有名的一个 连锁的一个 等于是超商 谢明达汇进来的 那么为什么这笔钱 会被简单官他们怀疑 可能跟卓伯元夫妻 有关系的原因 是因为啊 刚好 这个谢明达 玉毛屋呢 他跟卓家关系匪浅之外 刚好他们要 等于说刚好 左边他们要盖一个 在这个彰化和美的精华地段 要盖一个纺织博物馆 盖一个纺织博物馆以后呢 明明有另外其他的公有地 然后呢 你不在其他公有地弄 却去征收一个 销信地主等等啊 他们总共有好几笔 七笔的土地呢 那把它征 它一冲一公顷而已 可是把这么精华的这个土地呢 用拍子 用四价 用当时的这个等于说 公告地价加四成价而已 所以引起了宣伦大波了以后 发现当时三年前 一笔五千万的钱 就这样汇进去了 好 那么现在汇进去了以后呢 检调单位 他们又查出一件事情 怀疑卓伯元 他有一笔房产 在台中的八旗 八旗重工区大概价值 新台币大概三千万左右 那卓伯元当然他们否认 说没有这个房子啦 但可是呢 他们检察官他们却发现呢 这个土地啊 钱已经给了这个原屋主 还没有过户 却没有过户 但是在买卖的过程当中 有这个买的人呢 有跟这个等于说 原住户说是他要买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连他的这个等于说 包妹呢 也检入这个案子里面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的包妹自己本身呢 也拥有一样的房子三千万 那么现在检调单位就怀疑 你们说没有 当时你在申报的时候 公务元财产申报不时嘛 对不对 可问你是 还有另外一件叫做 财产来源不明罪 很抱歉 涉及财产来源不明罪呢 在一个人啊 那时候呢 这个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呢 把他修法 是谁 叫林义士 只有在触犯贪污罪的时候 财产来源不明罪才成立 也就是这个案子 其实现在已经用贪污罪的方式的明法条呢 其实已经在侦办这起案子了 那么当然卓博元跟他太太全部都否认 再加上他卓博元的太太本身又是台中高分检的检察官 是侦办这个案子的彰化地检署的检察官的上面的顶头上司 所以他办这个案子非常的小心 三次传唤 三次传唤卓博元都不来 第一次第二次都请假 第三次那因为检察官临时有事 那就没来 可是检察官啊 第三次的时候他的太太来了 但是检察官说 只有你来 你先没来 如果我问你的以后呢 你会把我问你的东西告诉你先生嘛 所以第四次马上就要传唤了 第四次夫妻要一起来 我才问你案情是什么 好 现在就是说呢 到底这个证据能不能兜到他身上 这才是关键嘛 对 那这次检方查这个案子也完真的 对没有错 真的是完真的 这个三千万的房子没有过户 那是不是他的这个先兜出一条线 对 五千万的资金 一路兜到了这个谢明达 玉毛五董事长 然后这是他的亲戚的户头 进去他亲戚的户头 没错 怎么样跟他们连结 对 也需要进一步的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买房子里面的资金是怎么来的 中间已经牛头不对马嘴 再加上五千万是怎么来的 有人说是投资 有人说是借贷 又有彼此有矛盾 现在等于连他妹妹的房子 也要查资金来源 对没有错 到底钱是哪来的 查得很认真 因为你说你买的 那钱是你自己从哪里来的 必须查出金流 你要交代清楚 所以不要请问陈议员 这件事情传出来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吓一跳 然后现在检方目前 办得下去吗 如果说 拜托我 这个林荣荣 他自己本身就是 法律的高财生 那卓博员也不遑多让 那从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们觉得办得下去 办不下去 他喊怨的可能性高 就是说真实性高不高 其实我们在台中 时常会听到说 当时几年前 我们台中到处都看得到 卓博员的诗带 什么诗带 就是上面写着 他的诗的带子 那个环保袋 那个时候大家都盛传说 他要来台中要选市长 没错 那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会 继续再探听下去说 他要选市长 他现在在彰化当县长 他怎么选市长 其实很多人就在传言说 他已经住在台中 而且就在南屯的八旗的 某一栋建筑里面 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 已经很多年 就是说一大堆大家都知道 一大堆大家都知道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所以针对他住的这个房子 现在名下 是不是在他的名下 这个我们不晓得 但是他住在那个地方 其实台中很多的人 都已经知道了 好几年前就已经听说了 所以确实他就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房子 会不会牵扯到他 这个我不知道检掉 有没有办法从 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 去兜到他 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背景 即便是他住在这好了 我住我们边缘处 他有可能说住在那里 但是这个房子不是我的 你住边缘处有犯罪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法律标准跟道德标准 大家来思考 就是说你以道德标准来看 大家记得 他之前卓伯仲是不是有出事情 卓伯仲没有当任何的官职 他有办法在县政府里面 去涉及贪污罪 然后有一个处长 那个时候有一个处长也被判刑 卓伯仲也被判刑 为什么他被判刑 因为他是他弟弟 他只要是他弟弟 他就会牵扯到钱 就有能力去贪污好 现在他妹妹也去买了这个房子 假设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的钱从哪里来 道德上的标准 政治上的道德标准 我们就看得出来 这绝对是有问题 但是法律上的标准我觉得 要再兜回来讲 就是说谢明达的部分 谢明达 其实我今天有探听一下 就是说彰化那边的状况 奇怪 谢明达怎么这么有 我都跟管庄来处理事情 而且谢明达目前是挂 之前 卓伯仁在当县长的时候 他是挂宪政顾问 那个时候的卓伯仁的宪政顾问 有些宪政顾问 有些县市的宪政顾问 他是广发的 但是彰化县不是 彰化县是卓伯仁有挑选过 他认为重要的人 才会去挂这个宪政顾问 那谢明达还有另外一个背景 是什么背景 就是说 大家说他在和美 他本身也是和美人 他在和美有很大的势力 为什么有很大的势力 除了他是 最高级的 身先超市的老板以外 另外就是说 他的叔父 他的叔叔 之前是张化县的议长 他的叔叔是张化县的议长 也就是说 过去也是政治家族 而卓伯仁 他的父亲过去 也是县议员 所以也是政治方面的家族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 非常的深 那这个案子 我们在讲说 这个和美的这个 纺织博物馆的这个案子 刚好是和美 其实跟台北的美和 是其实差不多 我今天有问张化的人 就说 奇怪 如果只是这块地 为了一个营造的案子 如果是营造的利益 怎么可能牵扯到5000万 哪有这么大 结果原来的 这个案子的处理方式是这样 当时县府的方式是 我要征收民地 征收之后 可能交给财团 去开发这块地 虽然是要做博物馆 但是周围会不会开发 这个不晓得 再来博物馆会交给谁经营 应该不会是 这个县政府在经营 所以这个中间的利益 当时是牵扯很大 那当然现在的县政府 魏民谷已经把这个案子 给停掉了 所以这个检调 到底有没有办法查到 我觉得 其实我听到 在台中 听到卓博元的 一开始听到的消息 就说 这个很有可能 在哪里很有可能 在司法上就有可能 我那个时候就好奇问说 为什么这个司法很有可能 是说卓博元在司法 卓博元在司法上很有可能 因为那时候 大家记得吗 他的ETC也没事 有人证明说他有状况 但是也没事 好多案子 包含现在我在 台铁机收器 对 台铁也有问题 好 再来 他在彰化现场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下水道 也有一个弊案 高尔夫球场 也有所惠的问题 一个一个的案件 他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事 所以真的是听起来 他真的在司法上 很无告烂 所以这件案子 希望司法单位 真正认真去办 这个5000万牵扯的 刚刚其实 士凯有讲得蛮清楚的 这个5000万牵扯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 博物馆的用地 那原本地是在这里 这是博物馆的预定地 在张美露这边 原本规划是 批发市场的用地 然后呢 这个07年 谢明达有意争取新建 仿制博物馆 那地主不同意 那我好好的一块地 那么漂亮 干嘛给你征收 对不对 好 卓博员上任之后 开始用强势的作为 2011年 以公告限职 加士成为补偿费 强制征收土地 他距离 为什么 因为他赶着在这个 市价征收之前 就搞了这一招 这个算是相当 蛮烫的手段 那算一瓶征收才2万块 很低 就征收起来 是不是2万块 那时候市价 不知道是多少 我们应该很高啦 台中张美露这个地方 麦当劳哥底的逼压 02年 2012年的时候 把补偿费提损专户之后 直接强行过户 就这样子硬生生 把土地给拿走了啦 所以他开始打行政诉讼 这一打下去呢 台中高等法院 认定就是说 征地是违法的 去年前年朗度判决 撤销征地 才让博物馆开发案停摆 等于说这位地主 他是自己拼了命的 争取自己的权益 要告官 才能够挡住这个 而且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甚至于动用 那个大型的 那个等于说白布条 对不对 去抗议到底 所以抗议到底又打官司 现在是这个地主 打官司的部分呢 两次都赢 是 然后肖邦瑞本人 就是这位地主 他这个 本来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因为他等于就是说 跟官户自己 名产的过程里面 他透过官司来打赢了嘛 但他今天口气 又比较缓了 比较没有那么 这个横冲直撞的说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听他在事发当时 他对卓博元的指控 一起来听看看 这块土地是被偏定为 批发市场 果菜批发市场 已经35年了 35年了 被关了35年了 公司用地 然后财团看重 就又把我们 又跟河美政公所政长 然后就来篇定 换个名目 变成了广直博物馆用地 美其兵说 财团美其兵说 要回归乡里 要自己出钱 透过这个政公所 来征收我们的民地 来做这个博物馆 当时是用公告地价 加市场 大概只有 两万四千多块 一瓶 当时我们 我们当然是 极力的抗争 极力的沉寝 但是 就是搞鬼灰车了 反正他就 听不进去 我们 尽管我们提出的方案 跟林地 跟周边的 还有十公顷左右的土地 跟我们一起 沉寝 给县政府 希望 做个大便机的开花 环容地方 我们所有地主 支持这个地方建设 但是 这样可以造成山营 因为 我们 我们可以 先跟 先 给他两倍的土地 而且 而且 写出 切结束 要给政府 如果你急着用的话 急着盖的话 我们要先给你用 先给你盖 我们所有地主 再慢慢的来 来 来 重画 之后我们再分为 我们应该有的土地 但是他就是添不进去 我们来看看卓播员 长得湿湿稳稳的 但是他硬要在快定的时候 他的手段 比起其他各界市首长 比如说以苗栗来讲好了 苗栗大谱真地 这个几乎是搞得全球 全国版面这样一直上 卓播员的手法比起 大谱这块地 那么请你来评价一下 状况不一样 状况不一样 因为那个苗栗 大谱 它是驱断征收 那驱断征收 就是把农地 它有一部分变工 跟带动上 对 它比较雄 当然是这个卓播员 这个比较雄 卓播员比 当然因为驱断征收 龙化 驱断征收地主 最起码还可以 把他的土地 分回40%的土地 对不对 就是单纯征收 而且他农业用地的话 他分回的是住宅用地 所以基本上来讲 驱断征收 其实争议比较小 只是有的老百姓 他说 我就要做农用 我就不要被你驱断征收 就有这样的人 你没办法 所以驱断征收 基本上来讲 并不是说 我强制把你征收 而是说 六四分的话 你40% 你土地还是分回给你 你变建地 你农地变建地 还可以利用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 大部分人对驱断征收 都是接受度比较高 但是如果像卓播员 这个东西 那里面有很恶劣的是两项 两样 第一样 什么恶劣的地方 恶劣的地方就是说 你原来规划是 批发市场用地 那你的当时的 公共测试用地的目的是 批发市场 可是你今天 把它要改变成 所谓的 纺织博物馆用地的话 这是变更用途 变更用途的话 那对不起 你就要还地移民 或者它解编掉 因为你已经没有 批发市场用地的目的了 按照我们一般 台北市的话 怎么可以说 你本来要规划成学校 结果最后说 我学校不盖了 我变成市场 不可以 你要还地移民 基本上就是这样 可是你要变成 纺织博物馆 你就是变成要去 图立预言集团的 谢明达 这个是争议就很大的 这第一点争议 可是如果没有发生 第二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不会被引爆出来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征地的时候 是在民国一百年间 一百年间 所以给他的土地的征收 是用公告限制加四成 我们一般是公告限制加两成 那给他加四成 其实说 我给你优惠的 给两成 可是他有没有想到 卓博物馆没有想到说 甚至于我认为 他应该想到 为什么呢 因为立法院已经在修法 隔年就把它修成 依市价征收 哎呦 你差很多 公告限制加四成 跟市价之间 搞不好是差 一倍的公告限制 搞不好是两倍到三倍的 公告限制 所谓市价是这样评估的 所以也就是说 对方这位先生 一听到 你在公告限制 要变市价之前 你就强硬用公告限制加四成 我可以用市价 市价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征收 假如说是 我拿到你一千万 那你如果隔个半年的话 我就可以拿你两千多万 补偿费可以拿你两千多万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对方不平责民 觉得说一方面你有土地对象 二方面的话 你让我征收费用 几乎是减半以上 所以他当然要跟你引爆 那我们台北市 坦白讲一句话 像这类的事情 像类似卓博音 这种做法的 各县市的县市首长 我可以这样讲一句话 是很普遍的现象 重点在哪里 你这个县市首长 本身有没有私心 有没有自我徒利 有没有进自己的口袋 所以说像卓博音 这个事情的话 人家说顺藤摸瓜 摸到最后 你五千万 你一定有金流来龙去卖 你一来龙去卖的话 如果跟所谓的预言集团 谢明达是有关系的 你就挂掉 你就贪污了 这百分之百的事情 像我们台北市 早期现在就不敢了 各县市其实都玩这个游戏 什么游戏呢 说我这一片保护区 那我一片保护区 那有些有心人士 就开始变成一个team 一个集团 就来收购这个保护区 那收购保护区 我刚刚说过嘛 慈敬的那幅保护区 竟然会卖到 比公告限制还高 那我觉得说 这绝对是徒利嘛 有内神通外鬼 为什么呢 因为保护区能够卖到 公告限制的三成四成价 不错了啦 因为没有人要去买保护区 没有用 所以你这个保护区 一个集团来买了以后 买了以后呢 其实它是用人头买的 人头买 那买完以后啊 开始透过民意代表 开始做政府 把它所谓的都记变更 变成所谓的公园用地 那公园用地啊 在早期是用 公告限制加两成来征收嘛 他就很开心啊 原来是公告限制三成买的 变成加两成 探三四倍啊 这种赚暴利啊 所以在各县市里面 过去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台北市早期也常发生啊 那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情啊 就最近各位有没有看到 台中风源啊 所有一个部纪人员 因为所谓的保便柱啊 登记把另外一笔地 人家就申请是一笔地 把两笔地全部变保便柱啊 于是他要被国赔 国赔给建商嘛 政务赔给建商 我要找你这个 部纪人员要赔偿啊 登记人员要赔偿 他还赔五百万呢 可是这个案子 我可以这样讲一句话 请政府有一张单位重查 查什么东西呢 当你买这块地的人 还分成两笔 其中一笔哦 去申请保便柱 另外一笔是不能变工的 然后申请的人是某女士 这个女士一定透过代书申请嘛 地正式申请嘛 申请完以后 你家在谈别的案子就对了 没有我想说啊 一样是官商挂钩的案子啦 所以台中县当时的是谁当县长 风源是谁在干的哦 我讲完 这一个女士 我严重质疑 是这个建商的人头 这个建商的人头啊 那怎么样会变成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建商还要拿国赔 搞不好这个摄影师 你在主导的 得了便宜还卖乖的 所以如果查明 这个女士跟建商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布局先不要赔钱 官司继续打继续查 不是 我认为说政府要帮他查啦 要帮他查 他没办法查的嘛 来来来 郁珍 为什么谢明达他可以 他要这块地 为了这块地 现在可能被检方怀疑说 贿了五千万 到他的相关殷勤的户头 谢明达好好的生意人 干嘛 何必呢 我觉得他们是客谁 尤其是卓博远呢 他觉得说 他在司法界很吃得开 他不相信 他司法 就是说不相信检查单位 有本事办到他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他自己夫妻俩都是学法的 所以很厉害 而且过去有很多案子 都办不到他 那我们先来看说 谢明达的这个家族 谢明达这个家族 在彰化的这个地缘关系 跟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谢明达他自己现在是 就是预言 就是说自己有预言纺织公司 对不对 还有这个所谓的预毛屋 可是谢家 他是算是在这边 这个预言纺织家族的第三代 那在他的第二代的叔叔 刚刚其实士凯有提到 在第二代的叔叔这边 有谢士谷跟谢士明 就是他爸爸谢士明 可是谢士谷曾经当上议长 那个他当议长的时候 卓伯元的爸爸叫做卓龙柱 就是彰化的地方的议员 你老爸当议员 然后人家谢家是议长 而且尽管说当时 阮刚猛提拔你当副县长 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关系 是绑在一起的 整个在彰化和美 最早第一代的这个人 叫做谢成哲 他就是在当地和美国小的校长 还有整个这个 预言纺织公司的一个创办人 所以谢家本身在和美 就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一个纺织世家 所以他当然就是说 我已经历经这样子三代 虽然现在做玉毛屋 已经是所谓的这个超市 就通路嘛 可是呢 要变更 做所谓纺织博物馆这件事情 那一定要趁什么 一定要趁卓伯元在任的时候啊 所以想办法 让卓伯元在任的时候 来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也不是没钱 他们自己买地来盖博物馆 他们现在很有钱 就硬要透过跟现岛资金的关系 对 抢抢民地 那因为我为什么我讲说 我觉得这次检查单位 要办卓伯元 还是很有这个有压力 为什么 其实上次我们在讲说 这个这个世代啊 刚刚我们讲说 卓伯仲 他弟弟卓伯仲 做这个环保贷的事情 这是在去年 彰化地方法院的判决 就是卓伯仲为了这个案子 被判九年 这里头其实很有趣 这里头还有2300万是什么 是马吴2012年竞选经费 2300万不见的哦 可是马吴不追究 就在这里头不但不追究 也就是说 这个 马吴并没有去 说你们卓伯元 卓伯仲家族 你们把马吴在彰化的 后援会的2300万吞走了 都不管哦 2300万 好像没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 在更早以前 我们刚刚讲说ETC ETC 当时我其实在 同样的在这个节目 就是ETAG 那时候我们讲说 为什么给徐旭东 你当时远通电收ETC 你不是已经捐给政府了吗 所以当时的弊案 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那时候的白手套 叫蔡景洪 蔡景洪的笔录 里头他有提到说 他分三次 然后提领90万 加起来总共300万给谁 就是为了卓伯元 他帮他向台铁 及交通部陈情 所以答应他 在年底选举的时候 要给他钱 所以给他300万 这上面笔录 非常非常的清楚 是蔡景洪 在这个接受调查的时候的笔录 结果你看 拿了300万 竟然没事 是在当立委的时候 当立委的时候拿了300万 没事还让他做了八年 这样子当了县长当完了 他还要继续选立委 这个名声已经这么厉害了 那现在说什么 他这句台中 这已经这么难看了 就是说卓伯元 卓伯这种兄弟 在政坛上已经这么难看 当时当立委的时候 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下 卓伯元 我觉得他政治前途没了 对 我觉得他政治前途没了 也就是说他本来当立委的时候 形象还不错 可是呢 就是说当时还会接受陈警官说 拿一些政治现金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财产申报上面 金额也还好 就是你看不出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财富 现在当了两届县长之后呢 财产报征 财产报征 这个就不对了 这次财产的嘛 你这个管理是有什么财产的 有什么财产的报征嘛 对不对 这个部分就要说清楚 因为他们就在这个门的附近 因为如果我们要防备他们从侧门 有冲出来的状况 不管是日前发生的高雄大辽监狱 挟持事件 这个是有特殊原因发生的案件 所以绝对不是扫黑破口 或是震惊社会 而没停这场双十命案 警察署长王卓军都亲自上任 指挥办案 上任六年九个月来 但却有网络媒体 以抖大的标题 明确指出 王卓军二十日 卸任警政署长 警察大学校长 刁建生接掌 网络媒体报道 煞有其事 但上午十一点 警政署先是透过公关室 发表声明否认 说到担任署长六年九个月 虽然曾多次考量事实 退休交棒 但确定的退休日期未定 退休报告也还没成递 两个小时后 警大也发出声明 说绝无此事 传言闹得沸沸扬扬 最后竟是乌龙一场吗 历政部长成为人 面对立委质询 回答听来暧昧 似乎还是为王卓军的请辞 留下伏笔 他已经口头跟部长提出过他个人的意愿跟生涯的规划 是不是 是的 那么如果他提出了他提早申请退休的这份报告 部长会准语同意吗 我们还在跟他讨论当中 确实王卓军曾在过年前后二度表达劝情 但都还没付之实际行动 为何在这时间点以报警戒告出逼宫阴谋论 警戒逼宫恶斗恐怕是为了署长直缺的卡位战 目前任门人选除了警大校长刁建生 两位副署长林德华 蔡俊章 双北和高雄的警察局长 邱风光 陈国恩 陈家青都是可能人选 只是网络媒体在人事案签订前 先拿警大校长刁建生做文章 就算署长大卫原本属义他 现在也是见光死 警戒高层人士恶斗 这把火才刚开始烧 王卓军这一局大家看得不啥啥 因为传出他要退休 然后警政署赶快发文否认 否认完之后 在立法院进行咨询的时候 内政部长承认 有了 那不是叫王卓军不走都不行吗 没有错 那事实上我跟王卓军认识超过25年 那王卓军的个性 我刚刚各位讲 就是说他一旦认为说 他身在这个职位发生什么事 我要承认 我要负责 他就请辞 所以在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当时王卓军当台北市警察局长 就请辞过两次 那因为王卓军最主要是 马英九的爸爸马赫林 等于说推荐给他儿子了 马赫林给他王卓军的爸爸 王卓军好朋友 推荐给他了 所以破格从台中市警察局长 来台北市当警察局长 那他跟马英九之间 之前没有任何渊源 后来就因为这些 因缘际会了以后 马英九后来就一路重用他 那后来一直到 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台中翁齐南 319枪击案 还有反复骂这些 重大事件 对 其实他都有口头请迟过 总统挺他真的是 那我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挺他 本来其实本来 这个马英九对他是有一点意见 我跟各位说 王总金曾经私下 告诉过我一个秘心 那时候他当台北市警察局长的时候 口头请迟 他的个性是这样 我认为我应该负责 他不是清财公公 我请迟是采态 不是 我就真的要辞职了 然后他那次 跟这个马英九请迟了以后 马英九强力未留 强力未留了以后 那被你强力未留 讲了一大堆 我不好嘛 你说你要帮我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他就未留下来了 过了几天 马英九旁边有个幕僚 跑来跟他讲说 我去跟你请迟的时候 你强力未留 过几天有一个幕僚 从前跑来说 市长希望你主动请迟 他认为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你知道他的个性是什么吗 我就不辞职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说 我跟各位保证 王卓军3月20号 绝对不会退休辞职 他不会的 你知道吗 越要弄他 他会把时间 事实上这一次在过年前 他确实因为自己本身 因为有很多诸多的考量 所以要请迟 但是事实上马英九未留他了 那他是要提前退休 他一定会拖到至少四五月 他请问你 他为什么要提前退休 除了英哥以前太累之外 还有牵扯到他明年 他要等明年9月3号 戒铃隔年 后年的1月16号才能退休 请问你 明年的520新总统 不管是蓝绿 哪个人当新总统 四大情报单位的投资 都要用自己人 还会再用王卓军吗 不会 请问到时候 王卓军将何去何从 与其人家何去何从 你说以前的警政署长 都安排去当警察大学校长 所以这次连老雕 我们都叫他老雕 雕件生都中枪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王卓军从头到尾都不想去 警察大学当校长 所以与其那时候这样子 不如今 自我了断 漂亮的下台 人家敏凤的消息 是他工作都找好了 是不是 我觉得 对啊 江湖上是有这样的传言 江湖传出他已经找好 一个不错的工作了 对 最早传言是说 他去做新加坡的代表 可是问题是 他自己后来说 这个不对 因为他会裸退 那裸退 江湖上最近的传言是 说他已经找好工作 而且是某财团重要的工作 那也很明显 因为王卓军 几乎是马英九的铁卫队 经历过多少的灾难 大家叫王卓军下台 所以有哪时候断过 可是他还是坚持到这个时候 可是你看 眼看就整个要政党轮替 没有啦 你 跨要可能有 自己消音是这么回事 对 有可能啦 有可能啦 对 那你看这个 他最争议的就是太阳花事件 你想想看 我要是王卓军 我工作都找好 我到底先跳船啊 他到底找哪一方面的工作吗 就是 我想说 企业啦 因为过去的警政署长 都是大的企业去啦 我们好几位警政署长下台以后 退休以后都到那个大旗 所以他后路已经是不愁了 对 但是一定会回避这个旋转门条款的啦 就是到现在去做一个顾问职 或什么类似之类的 因为你到时候 被人家清算的时候更惨 所以我觉得王卓军这个时候 是接连 马政府几个人跳船之后的 最重要的 我觉得 我觉得马总统身边的人 真的是风霄消息 溢水寒 一个一个跳了 这个刁建生被人家放出来 很多人说 这个班红家是要给死吗 是不是 连中部都有这样的传言 对 刁建生 因为之前 几年都在台中 是当市警局的局长 所以我们跟他有点熟识 那在台中地方上 也很多人跟他是熟识的啦 只是前一阵子 就有一些他的朋友 很兴奋地跟我们讲说 刁建生老刁 要上去当署长 说真的假的哪有可能 但是在这两天的变化 就是当这个消息一放出来之后 反而这些他的朋友 反而是跟我们讲说 政治实在很恐怖 政治实在很恐怖 我说有什么政治恐怖 他说 我说刁建生老刁不是 要去做署长 政治是怎么恐怖 他说不是啦 原来放消息是在害的 没错 放消息是在害的 那是把另外一位 有希望的高阶警官放的消息 所以说你在中部听去 地区听说老刁这位先生 要接署长 是人放红红红红红的 等于就都铺陈很久 对 你先把消息放出来 其实他现在就成为剑靶 剑光死 就剑光死 然后也成为剑靶 就是说想要去争取的人 或者其他人 就会开始放消息 一些负面消息也会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 他的朋友 目前大家的感觉就是 他被害到了 躺着也中枪 是 来 玉珍 这个连王卓军都 不管是自己要退后 被退休息的传出之后 大家说纷纷跳传 你甚至大胆欲言 大胆欲言 马总统自己要请职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说其实像这些现象 其实王卓军我知道 他早就不想干了 在去年其实有很多事情 风风雨雨 都是跟他有点关系 所以他被视为是马英九身边 非常重要的安全感的来源 马英九的安全感的来源 来自几个系统 第一个就是说国安系统 所有的幕僚里头 最贴身的是金普冲 金普冲也跳船了 在两岸里头 其实当然他为什么会安排王玉琪 因为毕竟那个部分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亲信 虽然王玉琪的角色没有那么重 可是也走了 再来就是说 其实主要的在警政系统 就是说让他觉得说 我至少出门的安全感 那绝对是王卓军 如果说连王卓军都已经想走了 其实我为什么会大胆预测 是因为在临终寺检察官 他在问所有的 这些相关证人的时候 我认为他非常的切众要害 也就是说我们所提到的 马英九跟企业界种种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土力鼎心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 他们有拿那么多好处的 我认为他切众要害的 问了很多问题 所以侦查到一段落之后 马英九